千年潮汕上渡 中国百强城市 普宁 商古名城 创新之城 时光荏苒 奔流不息的炼江水 在诉说着古老的潮汕文化 激励着人们在这片热土上 砥砺前行 勾勒出新时代的美丽画卷 普宁 潮汕平原上的璀璨明珠 著名桥像 正以它深厚的历史传承 向世界展现着无限的可能 普宁位于接氧空港经济 和海港经济的契合点 为越东陆路交通之枢纽 独特的地理区位汇聚了丰富的生产资源 普惠接浦高速公路穿城而过 国道省道贯穿全境 下深高速铁路设站浦宁 密集的公路运输勾勒出一张立体交通网 为浦宁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源源不断的动力 通过高铁能快速直达广州 深圳 厦门 营造两小时经济圈 民间文艺的传承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人感受到普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汇醉 弘扬德安里充满浓浓的潮汕民居建筑的特色 和辉红大气的建筑风格 泥沟古村落里 老屋与宗慈都在时光的静好中默默助力 浦宁各色佳肴和颇具特点的风味小吃 让人流连忘返 华灯初上 缤纷不息 生活可以变成镜像 不同的角落 弥漫着美食的醇香 穿梭于宗慈和铅墨 浦宁风味正如这座城市的光芒 从这里走向诗和远方 纵观全球市场 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 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大事 浦宁市委市政府深谙此发展趋势 以战略性的眼光着力推动交通互联互通 空间有效承载 为龙湾接待联善 实现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浦宁突出科技创新与模式创新双管齐下 支持企业在生产端和销售端同步创新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滞增效 继续做大做强医药 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 增强优势产业的生命力和经济效益 浦宁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和阶阳市委六届七次全会精神 研究部署浦宁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工作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接续奋斗 突出空间对接 突出产业协同 突出城市联动 推动全市全域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广东沿海经济带 奋力打造商骨铭城 创新支撑 把浦宁建设成为 越东城市群新城市中心 为接洋打造广东沿海经济带新增长 提供重要支撑 以浦宁高铁站为核心的 高铁新城片区规划建设 以莲花山公园 池尾高速路口 寒马水库为核心的 西部片区规划建设 推动金贸国际新城建设 以北二环为轴的 北二环片区规划建设 承接中心城区外溢的城市功能 着力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 更好发挥金融 对经济发展的整体服务功能 与此同时 老城加新城的格局模式 使浦宁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浦宁区位优势突出 优化发展空间布局 强化规划引领作用 确保一张蓝图会到底 浦宁 自古就是人节地灵之城 独特的潮汕文化 吸引着大批人才在这里聚集 新时代 依托纺织服装和大健康等产业优势 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 特别是注重发展浦宁国际商品城 万泰汇 时代中心等商业综合体 创新城市商贸发展模式 推动浦宁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融资融质融天下 这里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完善的生活配套 多样化的旅游 休闲娱乐设施 各类高端房地产项目 为海内外投资友人提供高品位的生活服务 从产业转型升级到生态文明建设 从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 到中国中药名城试点城市 再到中国工业板墙线 浦宁取得令人瞩目的长径 在产业扩张中始终坚持生态功能 景观效果 移商一夜一居高度统一 吸引更多高级人才的落户 提升城市品质 提高商贸流通水平 做活做强城市经济 以新的担当实现新的作为 浦宁灰红归画 豪情满怀 这里是越东城市群 新城市中心 这里是一座幸福之城 浦宁充满着无限动力 活力与魅力 正用它厚重的文化底蕴 和乘风破浪的人文精神 期待着您的到来 共同迎向一个 无限精彩的未来 商古名城 创新之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